市售堅果飲的陷阱 还有什么呢 好 注意下次 太多香料等添加物 添加物太多了 添加了什么 各位来看一下 有刚刚我们大力抨击的 大力解释的麦芽糊筋 还有玉壶化的淀粉 还有玉米淀粉 以及修饰淀粉等各种 水解淀粉还有糖 很容易被身体吸收 转化为脂肪 而这种脂肪 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家就有一个奖辈 他因为刚刚做过 他吃素 然后他刚刚做过心脏手术 他觉得他全身虚弱 所以他就看到了说 卖场里头有这种 像号称里面有很多很多 这个那个的东西的 他就买来喝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我去看他的事 我吓坏了 因为他就变成一个 很大的菩萨坐在那里 这样子 对啊 我相信他的心脏会越来越差 跟他讲一讲不应 因为他说上面有讲到 很多很多这些香料 好处还有很多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比较小心 吃掉蛮多的 我们意想不到的香料 以及添加物 因为他们外面包装 没错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市售的坚果银里面的 这个添加物到底有哪一些 因为大家认为他营养 甚至就是说这个 应该是冲泡很方便 对不对 可是你喝一下 到底有什么东西 到底有什么 我们这几个牌子 A牌的话你看 非坚果的原料 大概就有紫山药 蚁仁 黑米等等 可是其他原料 感觉很好啊 对 有黑糖 细冰糖 维生素 矿物质 那B牌部分 它可能是非坚果原料 大概这些 燕麦 玉米 黄豆 可是你看其他原料我刚刚讲 这个麦芽糊菌对不对 香料 乳化 等等等等 很多 还有一个截兰胶 截兰胶 对 等一下请老师跟我讲一下 对 这是胶类是什么 C牌的部分 也许他强调它是只有三药 可是其他原料有 麦芽糊菌 蔗糖 豆浆粉 香料 还有玉糊化的淀粉 食用胶等等 所以开始有一些胶的字眼出来 C牌你看 它有这个糙米 薏仁 燕麦 还有蕎麦 这是非坚果的原料 另外他加了豆浆粉 蔗糖 麦芽糊菌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香料所在 所以我看每个牌子差不多 再来看这一页 第一排部分 你看它的非坚果原料很多 可是它的其他原料也不少 这边还加了一个绿藻 还加绿藻 好 这可能也会吸引消费者 也不错 帮助肠道消化 第一排 这个可能它就没有特别 因为他只讲说 它是这个坚果饮的嘛 所以他就强调它这个坚果饮 这边可能就没有加了 可是一些原料里面有 麦芽糊菌 砂糖 奶精粉 大豆 分离蛋白粉 还有助于黄豆 还有香料 其实也蛮多的 F牌加了很多 其他的这个原料 添加物有糖 淀粉 核桃口味的 还有冰糖 碳酸干 这样子看得出来 这个厂商是不是也蛮体贴 我们的它添加很多 看起来不错的东西 但是吴云玲老师觉得怎么样呢 他有没有必要这样 对 到底是不是我们需要的 都我觉得蛮像综合果汁 其实你会发现 它那些东西都很少 你看到说什么综合骨类 大麦 其实它有加的坚果 都很少 最重要是在其他原料 其他原料 其他原料多了 如果一包才20 30公克 像我们刚刚讲的麦芽糊菌 很多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我每次喝那些坚果饮 我有三个感觉 第一个太香 对 然后这个太甜 太香太甜 还有一个太糊 太糊 因为你自己打的坚果 你自己知道 其实那种香味 其实没有那么强 没那么强 如果我们自己就是坚果 加点水打一打的话 那没有糊起来的 太甜的话 就放了太多糖了 太多糖的话 其实真的不要以为说 只是会影响血糖 其实它会堆积成脂肪 然后还有就是说太糊 太糊为什么 就是刚刚讲的麦芽糊菌 另外有一个就是 它放了一个酵类 食用胶 好